好的 歡迎回來樂世界喔 那我們回到神魔三國志 今天呢 跟各位分享的是古戰場的部分喔 那因為有玩家在反映說這次古戰場特別的難喔 那這次樂世界稍微跟各位分享一下通關的一些小技巧的部分 希望呢 可以幫助各位樂友比較順利的通關喔 那我們可以看到大概像我現在通關的部分 我還沒完全通關啦 那我真的沒有辦法說一次就過 因為這個過程可能也要你要有耐心 然後可能要一兩個小時 那不是說你有元寶復活就沒有問題 因為有時候你有元寶復活你沒有拿到相對硬的站穩 或者是說你遇到很強的那個角色 因為他現在裡面都放一些魂系列的那個角色 特別是魂夾羽我看起來我每次看到都覺得蠻怕的 所以通關的那個難度有去增加的部分 所以這次呢跟各位小老分享一下兩支隊伍 第一支隊伍呢 魔士隊我放的是神尋加神旁 一開始有神旁 後來打到一半掛掉 後來我就用魔國上場 然後搭配神橋跟月鷹跟小橋部分 援軍呢放的是神流部分 然後沒有選擇是不出戰 然後猛將隊部分呢用的是神星彩 魔關羽神華跟月鷹跟魔城的部分 那魔城我只用十星而已 所以各位不用擔心也能通關 只是說我必須老實說 這支猛將隊的話 他前置作業 就是說那個用元寶去疊死亡率還蠻高的 我大概應該花了兩三百元寶吧 應該有兩三百元寶 那目前都卡在 手領部分 都已經就是幾乎打快完了 那我只留下伏兵不去打 然後跟比較強的那個 應該只剩下伏兵而已啦 其他我都打完了 然後再來就跟各位分享一下技巧的部分 我們在通過一開始的普通的時候 你可以去古戰場那裡 然後修復的部分的話 我的建議是可以先選擇裝備 以及神兵各點一個 然後這樣就可以進行通關部分 那如果說你有更好的配置的話呢 你也可以在下方留言 讓月世界知道 也可以分享給其他月友知道 好 那我們就再回來這個 呃 200% 欸250%的部分 那再來的話 一開始喔 你只要進去到裡面的話 通常 就是能躲就躲 比方說我剛進來 假設我去打守衛好了 我可能怎麼打都打都死 然後終於有一次我能打死的時候 我可以開始 開始去通關的時候 我會建議各位玩家 先走 先選有站穩的地方 能踏站穩的 能選擇寶箱的 都先去選 畢竟能躲就躲 得到也就是這樣子 然後最後呢 呃 依序打 比方說是精英 是第 應該這樣講好了啦 你把普通打完就打精英 然後打完之後再去打王 然後伏兵是最後 通常在第一階段的話 除非你的 剛好站穩都很好 不然的話 250%的這個古戰場 伏兵要打贏的機會 會也沒有說很高 也沒有說很高 我從我開始玩到現在 呃 第一次 剛開始第一週開放 就可以直接 把250%的這個通關率 完全百分之百通關的機會 不算高 而且前面要通關也沒有說很快 而且你必須 我必須老實講 這個大概花了 平均一直都花到 超過一個小時的時間 去不斷的去做測試 然後不斷的去換站穩 然後不斷的換角色 然後去做 呃 然後也有差 我覺得是運氣問題啊 就是說你剛進去的時候 你能不能都遇到站穩 然後甚至拿到傳說站穩 你在前期先把一些 呃 可以加buff的部分加好之後 你去面對其他的首領 你就會比較 其他的角色的時候 你就會比較輕易一點 但如果說你一開始就 面對精英級的怪物的話 你就會非常難過 好 那什麼是我們 呃 可以的復活點呢 我的建議是說 假設你第一關 就死掉了 請你直接重來 你不要直接復活他 因為復活他也沒有意義喔 你 一開始就死掉了 那就表示你後面就會很難打 所以請你注意一點 就是說你 第一關如果剛來就死了 那你就不要打 就直接重新重置即可 然後再來的話 剛有提到 先拿站穩 站穩呢 起碼要拿到可以直接打死普通的 一下就打死喔 如果你打死普通的 還要兩下 還兩次或三次磨到死的話 那就表示你已經拿到站穩會有問題 那我也不建議你 遇到精英之後就馬上復活 那 呃 對上精英是否復活 你必須要看一點 第一 你對上精英的時候 對方有沒有損血 對方有沒有死掉角色的部分 如果說對方不動如山 血量硬邦邦 就是 補好補滿的情況之下 我就不建議你直接復活 請你就直接退出去重玩喔 因為你復活期啊 也是被幹掉而已 你是白白浪費那些元寶部分 好 然後再來的話 請你站穩的部分 盡量要有免疫禁療的部分喔 然後再來的話 可以使對方 昏迷跟沉默部分 會是最好 那我在這裡可以跟各位分享一下 我選擇的站穩 前面 來說的話 請你一開始先選擇防守型站穩 比方說像是可以增加防禦的部分 比方說像是可以提高你的 這種 生命提高之後 回合開始的時候 防禦跟法免會提高 這種 前期呢 會比較需要走一個 所謂的防守型的部分 所以 你可以看到這些選的部分的話 公有 方也有 不過公都會比較偏到後面 那我可以稍微的 把 全部東西秀一下給你看 第一個 永冠傷軍部分的話呢 是有選擇 攻擊生命防禦跟速度加5% 然後造成傷害之前 他還可以機會去造成 爆擊5%的部分 然後再來的話 士氣高漲的部分 防禦可以直接加10% 然後他生命值100%的時候 遭受的生命傷害呢 會比較低於40% 我覺得這個也蠻 好用的 這個士氣高漲 我 謀士在打的時候 除了死掉一次 那個 那個神龐之外 其他都沒有在死掉 所以 你可以先依照說 月世界 謀士的這個站穩 來去評估說 你是否要 復活 再來的話 自強不息 我覺得這個也蠻重要 當回合結束的時候 如果生命值低於50%的時候 他會直接 回復20%的生命值 假設你現在生命值是 40%好 你就剛好回復20%生命值 就有高於大概60%左右的部分 再來的話 客手蒙月的部分 他會有生命值提高的部分 並且免疫禁療 這蠻重要 免疫禁療跟中毒跟流血 中毒跟流血道還好 主要是怕禁療的部分 你一旦被禁療 你就沒辦法回血 然後對方攻擊 又很兇猛的情況之下 你會比較吃虧 你會比較吃虧一點 然後再來的話 憤 憤舞揚威的部分 攻擊之後會隨機 對一個敵人造成一個所謂的 防禦下降的部分 而且可以持續一個回合 就等於是破防的部分 然後再來的話 伏擊 主動傷害造成之後 防禦會提升 罰免也會提升 然後有機會使對方沉默 我覺得 使對方沉默或禁療 這個也蠻好用的 再來的話則是 破劑部分 生命提高5% 然後回合開始的時候 他的生命值跟罰免 會直接提高15%部分 這是走防禦的路線 栗戰部分的話 他主動攻擊之前 會使自身的攻擊跟防禦 發明往上同時提升部分 攻守都有兼備的部分 這樣子 再來大軍壓境的部分 生命值提高5% 發明提高5% 然後主動傷害造成的時候 會對於敵人給予一個 造成一個真實的傷害部分 傷害只是骨匠生命值0.3% 再來的話限證部分 主動傷害造成後 會有30%機會 造成敵方昏迷 我真的強調 你如果說沒有機會帶到 這個所謂的 使對方昏迷 或者是使對方可以沉默的 這個 戰紋的話呢 你要通關的那個力道 就會比較困難一點 然後再來的話神速部分 暴擊跟暴傷會提高10% 然後會造成 造成傷害 前呢 如果自身的速度 高於敵方的話 他會無視對方的 這個防禦部分 我覺得這招 這個也蠻厲害的 因為我們的速度通常都會比對方 好像啦 不過有時候看過戰鬥 應該都會比對方還要快 所以說原則上的話 這個就會蠻吃香的 然後再來奇襲部分的話 會提高暴擊率10%的部分 然後造成 主動攻擊 造成暴擊的時候 還蠻老舌的 敵方呢 會有一個生死傷害的部分 生死傷害只會 也是以自身的那個 攻擊力的一倍 造成這個傷害值的部分 再來的話是凸騎部分 凸騎的部分的話 生命值提高5% 主動攻擊造成傷害之後呢 防禦跟發免會提高10% 持續一個回合 那另外看到那個 猛將部分 剛才是謀士部分 猛將的這個戰鬥部分的話呢 專門當然說會提高物傷部分 以威妮來說的話呢 是提高物傷10% 主動攻擊發生之前呢 有機會降低對方攻擊 我們怕對方打痛 所以有時候你 選擇這種降低 降低對方攻擊跟傷害部分的話 對我方來說 會不要私傷 而且 心裁是一隻就是 會被越打 然後他只要被打擊之後呢 會有狂暴的狀態出來 那我們就是希望說 心裁可以扛傷之外 又可以造成多餘傷害部分了 然後再來的話 特首盟約就是可以提 主要就是禁療部分 然後再來的話 士氣高漲就是提高自己防禦10% 我覺得這個也蠻有用的 剛才有提到 而且生命值100%的時候 遭受傷害會降低40% 這個蠻強的 然後誤傷部分 還有機會去驅散對方的一個強化部分 再來的話 錦囊部分 攻擊的時候呢 己方的武將會防禦會提高 而且會免疫禁療部分 持續一個回合不可疊加 然後訓 分數的部分的話呢 在自己攻擊 主要攻擊造成傷害之前 自身暴擊會提高15% 免傷會提高30% 這個也蠻好用的 畢竟在 主要輸出之前 自己就直接提高暴擊跟免傷部分 不會被別人打得痛 自己就輸出夠強大 然後再來的話 顧落禁傷部分 防禦直接提高 防禦跟發免都提高的部分這樣子 而且有30%的機會會提高免傷部分 你可以看你的隊伍角色 假設你的裡面角色 如果不是心裁 不是那種走比較防禦型的話 或許猛將會比較偏向於 但我覺得猛將測試下來的結果 用魔草也沒有特別好 所以 而 真正要搭配的話 有時候你或許可以用 我很早之前有推薦一組 就是鼠關羽搭配這個魔關羽 然後加上神龐 為什麼用鼠關羽 因為鼠關羽有沉默 然後神龐又有機會沉默 兩個沉默的疊層會讓對方沒辦法發動技能 我覺得這個會讓你的整個 所謂的 避掉對方的主動技能攻擊的時候會比較好一點 就變成說 對方只要被沉默 他就只能發動普攻 那對我們來說就會比較減輕壓力的部分這樣子 然後再來的話就是有爆傷 然後這一樣 只要主要傷害造成之後有30%會造成昏迷部分 而且假設目標帶有負面狀態的話 本次傷害會提高15% 然後其他的話就是提高生命跟防禦部分 然後這有加爆傷 然後這加物傷部分加防禦部分 再來的話就是提高生命跟防禦部分 所以原則上都會比較走向於偏 因為我本身是用心踩 所以我會偏比較防守型路線 其實我蠻怕說我打下去我死掉 然後就很尷尬你知道嗎 好我們來試試看吧 到底那麼過我先試試看好了 你看我帶的是心踩 然後我君主目前來說的話 也只有學兩招技能而已 就是青龍斬跟君主技能二部分 所以他並不是一隻完整的君主 所以可能會比較吃虧一點 那不管怎麼樣我就來試試看好了 拜託拜託不要爆炸 我們來看一下喔 小小看一下小小看一下 其實對方的陣容都很華麗 你知道嗎 對我們來講是非常吃虧的 只要我們輸出有機會 可以造成對方暈眩的話 我們就有機會贏 但是如果暈不了對方的話 我們就會很恐怖 我就會很恐怖 我現在只能祈禱說 攻擊的過程中有機會去騎暈對方 而且我們不要中敵我 還好沒有中敵我 拜託拜託來個擊暈吧 擊暈 YA你看 所以你看喔 他有造成擊暈喔 上面這兩隻也被擊暈了 只要其他角色再出手 再擊暈一隻就好了 我們的那個生存力道就會再高一點 啊 魂夾曲出手了 好痛 喔喔喔喔喔喔 好變態啊 真的好變態喔 真的很痛啊 如果說你出手的情況之下 對方不會被擊暈 我覺得我們就會很慘 我們就會很慘 只要擊暈就沒問題 哇 只有對方前面那一隻被擊暈而已 神小喬被擊暈 有點困難 我覺得有點困難 可能會吃大便 會死掉 但我覺得我已經玩到最後一關了 所以即便我花元寶 只要他血量 血量有噴掉的話 我就會想要花元寶去拼他 那個 用元寶去磨掉他啦 然後現在就只能賭說 你看又擊暈他 剛好擊暈到他的君主部分 哇 不要啊 還好他的夾群又被我擊暈了 可是他媽 他又回滿血了 好噁心喔 就只能求磨啊 磨到他死光光為止 然後必須希望 呃 那個 神星才呢 可以挺住傷害 然後 哎呀 這下很痛 啊 好變態喔 你看 我們看一下喔 他有損血 所以我們 可以試試看用復活的方式 然後現在我 只剩下九次的復活部分 所以我 欸我可以回去復活 復活一隻角色嗎 我可以復活一隻 唉算了 我們直接復活就好了 1 2 3 4 5 欸 那個 喔 6 我剩下 最後 可以再挑戰一次 罵載不過就搞笑了 拜託 起碼 我覺得起碼 這次他要死掉兩三隻 我們才有機會贏喔 不然的話 會有點慘 我可以 把星才放前面 就是希望他打星才 然後讓 讓星才的那個 輸出傷害可以再高一點 然後我們把 呃 換掉 好 這樣子好了 再試試看 只要急暈的次數夠多 我們就有機會贏 我說真的 而且他的角色 只要死掉一隻 我們就有機會了 看這次有沒有辦法 幹掉他的那個 神巡魚的部分 神巡幹掉的話 我們就有機會 還好他的那個魔城 被急暈了 不過 魔城不是主要輸出啊 好 好尷尬啊 哇嗚 拜託不要中敵我 欸 還好還好 急暈 拜託急暈 這次一定要急暈 急暈吧 耶 急暈一隻 哇 沒有急暈 哇 沒有急暈 靠著你的腰 靠 靠著你的腰 小妖兒 喔 這次很 超很恐怖 喔喔 喔媽啦 喔 好恐怖喔 好恐怖喔 哇 我好想過喔 真的很想過欸 不要這樣子 哇 那個心材被混亂了 急暈 急暈 哇 抗暈 抗靈老師 我覺得這真的是跟系統有關欸 如果他多給我一點急暈的話 我們的通關機會就高一點 我不要急暈小喬 真的沒有用 主要輸出的那個部分 真的要急暈他 不然我們真的會很吃虧 而且又要 哇 可以可以可以 殺 帶 沒帶走 哇 這個很尷尬欸 很尷尬 真的很尷尬 喔喔 快點快點 水啦 Yes 這樣有機會了 只要殺掉一隻 我們就有機會了 喔 不要 不要 止 沒帶 啊 心材死了 他只要一隻不要復活就好了 我們就有機會贏了 啊 我們可以復活嗎 我好想 啊 欸 他 啊 他神流又來了 靠北 啊 正要等復活了 拜託拜託 來個復活吧 來個復活就好了 不然那個君主要出個技能 殺死他 哇 沒有 哇 又被急暈 好尷尬啊 幻術 啊 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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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死啊 啊 他會不會補滿血啊 好噁心 欸 他 他沒有補血對不對 Yeah 他沒有補血了 啊 我們那個 君主都爬起來了 啊 復活蟲啊 啊 這招下去掰了 噁心 可是要死掉一隻了 我們有機會 再一次再一次 這樣子的話 我們 這個 1 2 3 4 5 這樣就可以 欸 有30次嘛 還夠啦 夠 真的還夠 不用怕 我們可以磨 欸 剩9次喔 噢 幹 我看錯了 好 我們可以磨死他了 我相信這一次應該有機會了 這次應該有機會了 磨層要上 然後這個 加上這個 好 我們再來 我們再來看一次 應該是可以了啦 我覺得 差不多了 他的那個血量 他已經沒有辦法回血了 所以我們是有機會贏的 急暈他 水水水 就是要急暈他 而且我們 在越短回合之內殺掉他越好 因為那個後面 那個魂甲蛇出招真的很痛 超痛 開玩笑的痛 而且我發現真的是錯誤 因為他那個什麼 欸 太好了 暈到魂甲蛇 我們的那個月鷹啊 出手居然 比我們的 那個心裁還要慢 哇 真是 傻爆眼 拜託拜託拜託 急暈他 急暈他 耶 小喬又被急 只要一直被急 就好了 一直被急 水水水 你看他那個 急暈 爽 哇 沒急暈沒急暈 不過現在是普攻到還好 打前面一隻而已 欸 幹嘛 幹嘛急暈我 我的那個 我的那個 心裁 急暈 急暈 拜託拜託 急暈拜託 急暈啊 哇 為什麼沒有急暈 喔 水水水水水水 那個 魂甲蛇又被急暈了 水啦 好像過得很卑微 你知道嗎 就在等著急暈的感覺 快快快快快快 他能了快死了 水水 只要魂甲蛇不要出手就好了 我現在最怕魂甲蛇出手 啊 他還有一隻回血 那是那個 那個那個什麼 陸訓 陸訓 哎呦哎呦 好噁心 好噁心 應該是可以 這一回合 或許有機會 分出個勝負了 因為現在 我是蠻血狀態 然後他 呃 蠻多隻都已經殘血了 只要 運氣好 一直急暈他就好了 一直急暈一直爽 好不好 水 收掉 欸 沒有收掉喔 還好有急暈 欸魂甲蛇不要出手 喔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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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喔喔喔 耶耶耶 集暈他 只要他不出手我都可以 好不好 收掉啦 YES 贏了啦贏了啦 不用看 欸靠腰喔 怎麼會這樣子 欸沒關係 我們沒死就好 我們可以摩死他啊 我就摩死他就好了 耶嘿 過了吧 哈哈 不過我老實說啦 這一隊真的是 我花蠻多元寶 各位可以看到 剛才是花了蠻多元寶 那 呃 我覺得 伏兵部分的話 就很難去打過 不過我們來看看好了 到底能不能打贏 伏兵機會比較低啦 伏兵通常都過不了 看一下裡面有加血 好這裡面有加血 我們可以試試看 不過現在 欸現在血量是滿 可以試試看喔 好 失敗 好 失敗 好 失敗就算了 幾方造成傷害降低35% 失敗啊 是死光了嗎 欸沒有死光欸 欸我沒有死 可是他也沒有 我也沒有打死他 所以就是變成輸出傷害不太夠 欸這裡有個普通的 還好有在打 那這個是 伏兵部分 剩下兩隻 再打打看好了 只要沒有家屬就想試欸 喔這裡有 這裡有魂 魂貂蠻恐怖的 我來試試看喔 我來試試看喔 過吧 啊有死了 謀士 欸謀士沒有 謀士跟我無關 我賺了我賺了 我死 我都死光了 傻眼 沒關係啦 時光也沒有關係 反正我已經過了 我就無所謂了 我只要 我只要剛好同關就好了 這樣我就沒有主力輸出手了 好這樣子吧 沒過就算了 開心 時光 好我們副本結算 好我們來看一下 呃 其實沒有差啊 這一次 只要有過全部就好了 好我們來看一下本尊部分好了 這裡有沒有家屈啊 他噁心又有假許 你看 他就假許配這個貂蠢 喔媽呀 好恐怖喔 這個不是開玩笑的 我的那個 呃 唉 我也不知道這樣能不能過 只要能讓我磨就好了 只要能讓我磨就沒有問題 只要能讓我磨就沒有問題 只要能急暈他就好了 我們家只有 只有求急暈而已 哇沒有急暈到欸 好慘喔 喔 喔又天法 很痛欸 不要敵我 哇中那個了 糟糕 中了那個就很麻煩 中了敵我就很麻煩 為什麼他沒有中敵我 中了敵我 無公平 其實神群打很痛欸 我的媽 他唧唧的 喔 會死掉 會死人喔 欸 你看 有夠噁心的啦 這個真的噁心 可是他有損血 所以表示我們有機會 你知道嗎 那我們就再來一次 我不要磨國家 我用這個 胖子 去跟他打好了 好 而且我們現在復活二十幾次 我就不怕 應該比較容易通關 然後我們放 這個 加胖子 然後這樣子 好我們再來試試看齁 再試一次 胖子去炸比較有機會贏 拜託拜託拜託 急暈他 急暈他 我其實在第二回合 那個 胖子炸下去的時候 可以再多帶走幾隻 應該有機會 哦哦哦 水水水 爽爽爽 送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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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啦 四個了 哎哎哎哎 不要這樣子喔 魂貂蟬不要這樣子喔 我跟妳講喔 欸 援軍上來了 我覺得通關沒問題了 他已經被我打殘了 這樣怎麼樣我花著元寶也可以硬過好不好 我沒有辦法介紹各位可以不花元寶的隊伍 我只能跟各位介紹說有機會贏的隊伍 然後有機會可以讓你比較順利通關的站穩部分 以及比較好通關的模式 讓各位可以節省一點時間 好應該是過了沒問題了啦 這個就還好 通關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 那個 伏兵應該也是難打 看一下喔 這樣子來打打看好了 耶過了 哇賺了 過一個就賺一個好不好 過一個賺一個 這裡有甲取我不打他 有甲取我們先不要挑戰 我覺得甲取真的很難 所以各位不用先避開有甲取 甲取的角色隊伍 這有甲取 這個噁心的東西 我們能 算 吃吃看吧 戰鬥回合不超過10回合我覺得很難 失敗你看 賤 幾方低於這個 我覺得速度慢 還好 這個好 這個好 我會死光我不用看 死光我不用看 好我就結束了 好 影片就到這裡告個段落 我們就最後呢就總結一下喔 各位 可以用這兩次隊伍做通關 然後一開始 能躲就盡量躲 就是可以呢 能拿 以先拿戰紋 跟拿寶箱為主 真的躲不了時候呢 先打普通的守衛 再來的話 再打精英 然後再來是打首領 首領打完之後 再挑戰伏兵的部分 然後拿到戰紋呢 盡量可以的話 有機會可以挑到那種 免疫盡量的 然後以及那個 可以使對方暈眩的 或者是可以沉默對方的喔 這個都可以讓你在整個 因為 打一般精英的話 或者是說打首領的話 他並不會說你死 你死 那個當回合輸掉之後 整個就不能再重新挑戰 你可以一直磨磨到他死為止 只要對方開始出現 損血狀態的話 然後你的隊伍角色又不死的話 你就有機會通關 然後贏他這樣子 好 那影片就介紹到這裡 告訴大家喜歡影片的人呢 不要忘記幫玉世間影片點個讚 還沒訂閱觀眾朋友 幫玉世間訂閱起來 那如果說你有更好的通關方法的話 也歡迎在下方留言讓玉世間 記得知道 那也歡迎各位呢 在下方留言 跟玉世間互動 感謝各位的收看 就下一支影片見囉 掰掰